宜蘭烏石港掀起巨浪 尽管泰力路径持续偏北 外围环流人影响台湾 随着台风眼不断成形 还捕捉到这个画面 早上6点50分 从气象局的红外线云图 可以看到泰力台风正向西北进行 但特别的是中间台风眼 却刚好出现一颗爱心 而且这样的画面持续大约10分钟 不少网友直呼泰力耍萌 还说泰力带着爱来 难怪发不出路上警报 由于台风云系不断在变化 整个结构时时刻刻都在改变 气象专家认为这只是巧合罢了 不过类似的爱心画面 过去的台风也曾出现过 7月底的泥沙海棠台风接力 为南部带来惊人豪雨 当时的海棠台风直直朝着台湾前进 而且外形就像是一个结实的大爱心 仿佛是在对台湾示爱一样 掀起网友热议 另外像是今年的七夕情人节 8月28号 南部对流云系旺盛 外海出现一片爱心雨云 让人联想到是老天爷 祝贺台湾情人节快乐 同样的日子 在2014年的哈龙台风也被捕捉到 台风眼呈现爱心状 时任气象局预报中心主任的正名点 还在脸书po文 欢迎大家把爱心散布出去 巧合出现的云系形状 顿时让可怕的台风变可爱 记者谢文祥阳俊宗台北报道